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解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解说一部动画电影《鬼妈妈》 卡洛林一家搬进了新房子,那是一个粉色的城堡 院子里还有个大大的花园,他很喜欢这座房子 卡洛林在房子周围遇到了歪伯男孩和一只黑猫 歪伯说粉色城堡是他奶奶的房子 但他从来不会把房子租给有小孩的家庭 卡洛林很讨厌歪伯,因为他简直是个画牢 回到家的卡洛林收到了歪伯送来的娃娃 那只娃娃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嗯,有点诡异 爸爸妈妈只顾工作,没空陪他 他只好和娃娃一起在城堡探险 然后他在娃娃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扇小门 门后却只是一面砖墙 晚上卡洛林拒绝爸爸做的一团糊晚餐后回到房间 半夜被一只老鼠惊醒,跟着老鼠来到小门前 砖头墙变成了一个隧道 在隧道的另一端是他梦想中的家庭 温柔亲切的妈妈和才华横溢的爸爸 但是他们的眼睛上都装着钮扣 卡洛林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父母 但他还是很享受纽扣妈妈准备的晚餐和惊喜 而且纽扣妈妈还细心的给他长着疹子的手心涂上了烂泥 而真正的妈妈只会训斥他 第二天,卡洛林回到了原本的世界 他以为只是一个梦,但疹子真的好了 卡洛林去拜访了邻居 玩老鼠杂技的波波先生和巫女姐妹俩 波波先生告诉他,老鼠说他不能进那个小门 还在路上遇到了歪伯 歪伯说他奶奶认为粉色城堡是很危险的 因为奶奶的妹妹就是在城堡里失踪的 那么美好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危险呢 晚上卡洛林又去找温柔的纽扣妈妈 纽扣妈妈给卡洛林准备了一个惊喜 专为他打造的花园 那正是他想要的 而真正的妈妈都不让他出去玩 丰盛的晚餐过后 卡洛林还和纽扣歪伯 一起到纽扣波波家看了跳鼠表演 但是醒来后他又回到了原本的家 他不喜欢这无聊透顶的家 如果能一直待在那里就好了 卡洛林和真实的妈妈因为一双手套吵架后 更加重了这个想法 于是卡洛林第三次去到了那个世界 而那只黑猫也跟着他进去了 纽扣妈妈为卡洛林准备了好看的衣服 还看了邻居姐妹的舞蹈表演 一切都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他甚至想要永远留在这个世界 纽扣妈妈说 留下来就要给他的眼睛缝上纽扣 卡洛林意识到 纽扣妈妈即使再美好 却不是他真正的妈妈 他想要回到原来的世界 却发现他回不去了 他想要逃走 但又走不出去这个世界 在房子以外都是白色 黑猫说纽扣妈妈只创造了他喜欢的东西 只是为了将他骗进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所有美好的惊喜都是陷阱 卡洛林想要从小门回到原来的世界 却被纽扣妈妈扔进了镜子里 真正的妈妈虽然唠叨 虽然经常不陪他 但是不会这样对待他的 卡洛林在镜子里发现了三个小孩的灵魂 歪伯奶奶的妹妹也在其中 他们告诉了卡洛林一切 并拜托他帮他们找回眼睛 然后纽扣歪伯把他救了出来 并帮助他逃走了 他发现爸爸妈妈被那个坏女人抓走了 于是卡洛林带着从邻居姐妹那儿 得来的一个三角形糖果 准备再次进入小门 救回真正的爸爸妈妈 卡洛林跟纽扣妈妈玩一个游戏 如果他找到了真正的爸爸妈妈 和三个幽灵小孩的眼睛 纽扣妈妈就要放他们走 反之他就任由纽扣妈妈给他缝上纽扣 然后卡洛林借助那颗糖果在花园 邻居姐妹以及跳鼠马戏团那儿 找到了三个小孩的眼睛 他知道纽扣妈妈肯定不会放他走 于是便说他真正的爸爸妈妈 就在小门后面 骗纽扣妈妈把小门打开 然后他拿起困着父母的水晶球 便从小门逃走了 还夹断了纽扣妈妈的一只手 那只手跟着他来到了真实的世界 想要抢走钥匙 幸好外婆赶来 两人一起把那只手砸碎 和石头一起沉入了古井里 卡洛林突然觉得外婆也没那么讨厌了 真正的爸爸妈妈回来了 但他们不记得任何事情 虽然他们经常忙着工作 而没有时间陪他 还给他买不喜欢的衣服 但是卡洛林还是很爱爸爸妈妈的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这里我想对爸爸妈妈说 工作再忙 我们也应该拿出时间 陪陪我们的乖宝宝 因为在孩子的眼睛里 不管我们是什么样子 他都会百分百的爱着我们 这份爱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要纯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